各位大家好,我是陳恆斌 最近落區很多老友記跟我說 就是政府推出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到底怎樣申請,它自己符不符合有關的資格 為了令到大家更加清楚 我做了一條短片,大家一起去片看看 首先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申請資格是什麼呢? 就是單身長者的資產上限是14萬6 而長者夫婦的資產上限是22萬1 如果你符合這兩個資產上限的話 你可以領取到每個月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是3485元 由今年6月份就開始實施了 記得還可以追溯去年2017年5月1號的差額 各位老友記可能會出現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你們在4月的時候 就會收到社署寄給大家一個綠色信封 你收到信封之後 如果是符合剛才所說的單身長者的資產 和長者夫婦的資產沒有超過的話 你就不需要做任何動作了 封信也不用複給社會福利署 福利署就會在6月的時候 將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給你們了 記得還可以追溯去年2017年5月1號開始計算 我們和大家粗略計算 到時6月就會收到約萬多元的追溯金額 第二種情況是怎樣 在未來的5月和6月 你一路有記就會收到社署寄給大家的黃色信封 記住黃色信封是需要填給社署的 因為可能現在你是拿著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或者是拿著生果金 或者是拿著雙層津貼的朋友 你要記得 如果你都符合單身長者資產上限 或者長者夫婦資產上限的話 你就要記得填回去給他 記住記住 如果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 遞交申請的話 經過審查合格 同樣都可以追溯回2017年5月的時候 拿的數目 第三種情況是怎樣 就是你之前從來沒有拿過長者生活津貼的老幼記 如果你認為你自己符合這個資格的話 記得記得 在6月的時候 都可以直接向社署遞交你的申請 聽起來有點複雜 不過不要緊的 如果你還未明白 甚至乎都想了解多些 在你收到社署的信 歡迎你來到我們的辦事處 又或者就近找我們議員 或者議員各事都可以 我們會盡力為你解答 我們會盡力為你解答 來看看